香港著名音乐人李小田今日传出病重住院 12月1日早晨 李小田的秘书通过李小田的社交账号发表声明 证实李小田已经离世 享年73岁 消息传出后 不少娱乐圈好友都纷纷缅怀故人 对李小田的离世悲痛万分 李小田秘书发文写道 李小田先生于2019年12月1日 即本日早上7时55分安详离世 根据老板李先生生前的意愿 将不会对外做任何有关病数之交代 并希望能以低调方式处理 稍后10日我仅以秘书代理人身份 代表李小田家人 向大家在做有关丧礼事宜的发布 多谢大家及各位传媒朋友连日来的关心 辛苦大家 另外李小田生前的好搭档兼 志友薛家燕在李小田离世前一天 还到过医院抗旺李小田 12月1日传出李小田离世的消息后 薛家燕对外发表声明表示 各位传媒朋友 在今早7时55分 我们的好朋友小田 在家人及一般朋友陪伴下 好安详的离去 在整晚间 大家都唱了很多首小田的名作 尤其是心肝宝贝 是他去年演唱会中指定要我合唱的歌 昨晚我与小田的一般音乐界好友 伴着唱给他听 虽然他是闭上了眼睛 但我们深深的感觉到他欣然的听着 我的眼泪忍不住不断的流下 因为真的很舍不得这位殿堂机的好拍档 他在乐坛做出很多的贡献 小田离开 我很伤心 李小田生于音乐世家 同心出身的他将一生奉献给演艺歌唱事业 写下多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 如《大地恩情》 《烟之寇》 《人在旅途傻泪时》 和《万里长城永不倒》等等 跟一首捧红张国荣 美艳芳等一代巨星 堪称全能音乐人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